这条是数学题 一个7月21号要在香港上法庭的人 他7月17号就搭乘耶马克11点的飞机飞去伦敦 到了英国之后要绝腾14日的隔离 隔离完之后他做了他的急事之后 又要即刻回到香港 来到香港又隔离14日 那想请问他怎样能够在短短4日之内 完成这28日的隔离动作 还要加上来回香港和伦敦起码20多小时的飞机航程 然后准时地在7月21号出现在香港的法庭上呢? 这可能是一条世界上最难解的数学题 又或者它根本不是数学题 而是一条IQ题甚至是科幻题 但偏偏就有人相信了 去年黑暴一个17岁的少女 被警方控以非法集结及集警罪 案件今年3月提堂 这个少女不认罪 案件押后到7月21日再聆讯 她获准保释 但其中一项担保的条件就是不准离开香港 但在她再上庭之前的4日 这个少女买了张过万元的机票飞去英国 因为违反了保释条例 所以在机场被入境处的职员截停报警 警方就将她拘捕 还立即戒往她屯门法院提讯 而这个少女的代表律师就说 她其实买了回程机票 21日会回来香港认讯 而裁判官又竟然接纳辩解 批准这个少女再次保释 4日之内来回英国 还要是两边共28日的隔离 这条数怎算都算不通 但反正裁判官就相信了 越来越觉得香港的法治 是不是太宽松太仁慈 太大爱太 还是太天真太傻呢 有位警察朋友曾经说过 他说执法和司法机构 是用来对付破坏法律的人 这些人一般不会是善男信女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用 社公式的爱心来提出 一定要将他们当财狼 用怀疑、防备和严厉的态度去对待 所以当一个打算着草的人 被你捉过正着之后 他说放心我不是走老 我会回来的 而你都信的话 那我们真是无话可说了 仁慈的不单单只是司法部门 还有执法机构 7月15日警方向理大学生会发出通知 说第二天就会持搜查令 入到理大校园的范围搜查 目的是要搜查一宗暴动罪 去年11月大批暴徒占领了理大校园 与警方对视了13天 双方爆发激烈的冲突 校园和附近的洪水都被严重破坏 事后更发现理大校园 原来已经是一个武器库和冰工厂 而警方要预约搜查的呢 大概就是这宗案件了 理大学生会在收到警方的搜查通知之后 就立即在社交平台广传这件事 暗示大家为食做啦 有家长还说 他的儿子一早就收到电话 叫他回学校收拾东西 因为会有警察来搜校园 按常理 任何罪犯知道你明天会来搜屋 今天肯定会把所有犯罪证据搬走或是销毁 所以那些事先张扬的搜查 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呢 还是一场声动激势呢 占中之后 香港警察发明了预约拘捕 拘捕都可以预约 实在是史上最文明的执法方式 谁知文明的境界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 这次的预约搜查 老老实实 到底能够收到什么犯罪证据呢 我都很疑惑的